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路透社街报 王沪宁暴脾气 工作狂 内向家长期失眠 驱逐胡锦涛扮演关键角色 习近平大解封选错时机 新冠与流感并发 医疗资源遭挤兑 BBC称新十条带来三大不确定性 老百姓不知习总路线图爆发恐慌 中国通信行程卡13号起正式下线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路透社街报 王沪宁脾气暴躁 工作狂 内向和长期失眠 驱逐胡锦涛扮演关键角色 当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 当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 在10月的中共20大闭幕式上被护送下台时 王沪宁这位有权有势的幕后人物 曾在观察聚光灯下短暂的出现 中国观察人士正在通过视频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王沪宁是仅有的两名被重新任命 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进入七人政治局常委的高级官员之一 他作为共产党的最高理论家 开辟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政治仕途职业道路 路透社今天这样看王沪宁说 中国的王沪宁是幕后理论家和政治幸存者 路透社署名爱德华多巴普蒂斯塔和迈克尔马蒂娜的报道称 虽然王沪宁通常在幕后运作 但王沪宁在胡锦涛被驾离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当时另一位高级官员栗战书 曾短暂的协助这位79岁的前中共总书记 胡锦涛对此似乎很困惑 王沪宁全神贯注地看着阻止了栗战书 小心翼翼地拉扯他的一脚 在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解释 但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前政治时代残余的象征性终结的情节当中 这一举动看似微小但其实很重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先年67岁的王沪宁在成为习近平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之前 曾为胡锦涛和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服务 成为他们的主要理论家 这在中常委所有其他成员都被视为是习近平忠诚者的时代 是独一无二的 据曾在1998年至2000年担任克林顿政府亚洲事务高级官员的 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斯·李博索说 我相信无论他去哪里 他几乎每次旅行都是与江泽民同行 后来胡锦涛和习近平也是如此 路透社说 李博索曾多次与王沪宁会面 他指出他显然有能力与最高权力级别的人物建立关系 并是建立获得信任的关系 这非常了不起 在常委会的第一个五年任期中 王沪宁主持了党的书记处 这是一个负责日常事务的机构 在习近平的第三个领导任期内 王沪宁有望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这是一个咨询机构 然而分析人士说 王沪宁的权力超越了特定的角色 据分析人士称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王沪宁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党内最高理论家的地位 在习近平加强他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绝对领导作用的时代 王沪宁影响着用于推动中国利益 并使共产党的统治合法化的政策理念和口号 中国式现代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被定位为习近平的执政哲学的思想 被分析人士与王沪宁连在一起 据华盛顿詹姆斯顿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威利说 王沪宁是一位政治美容师 非常擅长用化妆品来修饰政治政策和口号 包括外交政策 据林威利说 所有主要口号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 似乎都来自王沪宁 据路透社说 大多数中常委会的成员都有管理大城市或大省的经验 而王沪宁只是一名学者 1981年至1995年 他在上海的经营复旦大学教授政治理论等科目 之后他搬到了北京市中心的领导大院中南海 此后一直住在那里 从2002年到2020年 王沪宁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担任负责人 这是一个党的机构 负责起草有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重要文件 并提供政策方面的指导 在官员轮换担任不同职务的官僚机构中 王沪宁的任期却异常的长 与此同时 他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 从中央委员会升任政治局委员 并于2017年升任中国最高管理机构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据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王沪宁避免了共产党内派系斗争或财富累积 而聚敛财富已成为许多中国官员倒台的原因 在习近平的第一个常委任期内 王沪宁是唯一一位在治国理政 第二三四卷出版后举行的高层讨论会上发言的人 这是一本在中国各个书店都可见的习近平的讲话和著作集 王沪宁在1991年出版的《美国对美国》一书在中国广为人知 此书基于六个月的美国逗留观察心得 包括访问30个城市 王沪宁试图了解美国成功的秘诀 希望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该书在赞扬美国某些方面的同时 也批评美国过度的个人主义、政治金钱和种族关系状况 王沪宁写道 美国今天面临来自日本的挑战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 反对美国本身 王沪宁认为日本是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 路透社报道称 纽约势力大学的夏明在1980年代后期 曾成为王沪宁的同事之前 作为复旦大学的一名本科生 在王沪宁教授的西方政治理论课上学习过 夏明形容王沪宁是一个工作狂、内向和失眠的人 在1989年的亲民主学生抗议活动中 王沪宁告诉夏明不要与学生站在一起 夏明没有听从王沪宁的警告 夏明说 在复旦时 王沪宁显然就是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 两年后当夏明前往美国时 王沪宁对夏明曾发出警告 王沪宁称 我去过那里 那个国家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 你需要在你踏上的那一刻适应这台机器 否则你就会被压成肌肉粉 在克林顿和江泽民的正式会谈中 据前政治顾问利伯塔尔说 当克林顿与江泽民走出房间时 他曾试图与王沪宁接触 但尽管两人在王沪宁在美国逗留的六个月的期间内见过面 但王沪宁却表现得很冷淡 据利伯塔尔认为 当时王沪宁被认为是一个永远不会和美国人交谈的人 我猜王沪宁是想通过不直接与美国人交往来保护自己 一位曾在王沪宁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时 与王沪宁会过面的人说 王沪宁给人的印象是学者但脾气暴躁 他回忆起王沪宁如何责备一名工作人员长达几分钟 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带来王沪宁喜欢的钢笔 习近平大解封选错时机 新冠与流感并发 医疗资源遭挤兑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共当局最近在无预警无规划的情况下 突然大幅放松此前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 引发各界对确诊人数暴增和染疫高峰临近的担心 分析认为中国这次解封选择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时间点 冬季原本就是呼吸道疾病一发的季节 每年流感来袭 中国都有超额的住院率和死亡率 每年至少有300多万人因流感而住院 使得整个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整个医疗体系或将经受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最为严峻的考验 中国国家卫健委上周五12月9号发出通知 要求全国各地加强各自相关医疗准备和建设 一方面以地市为单位 按照城市的人口规模 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 另一方面则是增加特户病房的扩容改造和建设 此举显然是在为确诊人数暴增和染疫高峰做出准备 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全面开放 尝试与病毒共存之时 中国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风控政策 这一辈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治招牌的防疫政策 不仅让14亿中国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 过去三年的绝大多数时间尽足在家 严重影响民生 而且重创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 在中国政府匆忙放松防疫风控措施之前 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中国多个城市 还爆发了十分罕见的大规模反风控示威抗议活动 自从当局放松风控措施以来 官方通报的染疫或阳性人数不增反降 引起民众对官方统计数字的怀疑和驳斥 作为此轮疫情重灾区的北京 官方星期五通报 星期四全天全市新增感染人数2673人 比前一天的3362人减少了689例 这让很多市民大惑不竭 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有北京网民爆料说 自己家里已经考全阳 只全家人核酸检测都呈阳性了 还有网民称公司的同事三阳开泰 甚至办公室都快成了阳眷了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北京润风水上小区一个核酸检测点 因为所有工作人员都遭病毒感染而被迫关闭 北京另有一些餐厅或店家也被迫关门 但不是因为当局不让营业 而是因为太多雇员核酸检测呈阳性而无力持续营业 有分析认为 中国大幅松绑的防疫封控措施之后 染疫人数不升反降 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局已经停止过去 在许多城市几乎每天都强制进行的全员核酸检测 接受检测的人数大幅减少了 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数当然就降低了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天宣布 前一天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感染者 10815例 其中包括8477例无症状感染者 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一周前单日新增感染人数 超过4万人的将近四分之一 由于不再进行全民普筛 由于不再进行全民普筛 最新的感染人数只代表那些入院接受治疗的病人 以及在学校和其他高危行业工作人员接受核酸检测的结果 上海官媒澎湃新闻报道说 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省不仅专门准备了2万2千张病床 接待新冠染疫病患 而且正在将重症特护病房扩增20% 中国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亚辉 在星期五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全国现有13.8万张重症特护病床 如果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 平均1万人都分不到一张重症病床 中国政府此前一直强调 之所以坚持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 就是因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匮乏 根本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疫情爆发 中国医疗资源不仅贫乏 而且分配也不均衡 主要偏重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不过北京当局已经下令 要求各地官员确保农村地区的民众 也能公平接获治疗和医药 中国三年来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 的确将民众的染疫率压得很低 但是却剥夺了许多人的生活和行动自由 引发强烈的民怨和抗议 中国的封控措施还重创了中国经济 使失业率 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幅上升 中国目前的累计染疫死亡人数为5235例 而美国的染疫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10万人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最近一次在一次内部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指出 上海市染疫集中高峰约在三到四周后出现 也就是说在岁末年初之际 他认为这段时间医院应对病患的压力将会加大 这一天的道路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全世界都已经走了一遍了 张文宏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星期五在广州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当前预防重心要从预防感染转到预防重症 加强新冠疫苗接种是下一步关键 预计广州第一波感染峰值可能会在明年 一月中上旬到二月中期到来 三月份中上旬进入平稳阶段 钟南山说 乐观估计在明年上半年可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 新十条发布后惊现三大不确定性 据BBC中文网报道 中国当局近日在新冠防疫政策上大转向 发布新十条措施 不再提及坚持清零政策 三年的严格风控政策突然煞停 让许多老百姓始料未及 一些人认为政府开始躺平 一窝蜂的将包括莲花清温胶囊在内的感冒药 和止痛退烧药的布洛芬等药品抢够一空 中国的新十条指出 不得采取临时风控 缩小核酸检测范围 不再对跨地区人员要求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 并鼓励无症状和轻度感染者居家隔离等 这些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正朝着逐步开放的方向前进 但不少学者指出 中国目前没有清晰地实现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 如果缺乏协调和辅助 可能为社会带来很大风险 老人的疫苗加强针施打率低 医疗体系还没有建立可以将医疗资源 优先分配给危重病人的制度安排 一窝蜂的快速解除防疫措施 可能导致民众惊慌 这些都会给社会带来冲击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说 BBC列出了可以确定和无法确定的几个要点 第一 确定无法防止经历大规模感染 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中国无法防止经历大规模感染 中国现在的最大弱点是缺乏免疫力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1月28号 中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刚刚达到40% 目前还有约2500万60岁以上的老人未接种疫苗 中国官员表示要在未来几周内提升这一数字 不过即便如此 疫苗也无法预防所有感染 科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疫苗大多是灭活疫苗 虽然接种三针在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上不错 但在防基础感染上不如mRNA疫苗效果好 尤其是针对Omicron变种病毒 另外 下个月是中国农历新年 家庭朋友聚会可能引发进一步传播 加上天气转凉 其他呼吸道病毒如流感等可能加剧疫情传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员副主任 国家新冠病毒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成员冯子健 12月6号对中国媒体表示 根据数学模型预算 在第一波大规模冲击达到最高峰时 人群中的感染率可能达到60%左右 随后会逐步回落到一个平稳期 最终可能有80%到90%的人都会经历感染 按照中国14亿人口来算 60%意味着8.4亿人口感染 目前全世界约有6.48亿人感染 其实即便中国仍然坚持清零政策 也无法防止最终出现大规模感染 Omicron病毒的传播力极强 中国已在11月单日突破了3万人感染 第一个不确定性是说 是否出现大规模死亡 与此前的新冠病毒相比 Omicron变异株引发严重疾病的可能性要更小 专家表示 如果官方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大规模死亡并非不可避免 11月底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发布的模型显示 未来三个月 如果中国取消清零政策 可能会有130万至210万人死亡 该模型估计的感染病例 为1.67亿至2.79亿 美国系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 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延忠 刊文表示 如果4分之1的中国人口在政府放松警惕后 头6个月内感染 最终可能有3.63亿人感染 约62万人死亡 每天有3.2万人住进重症监护室 目前中国尚未出现大规模死亡的迹象 专家认为中国仍然有条件减缓死亡 但要花大力气 首先由于感染Omicron毒株后 死亡主要集中在每打疫苗的老年人身上 能否抓紧为老年人接种至少三针疫苗 是一个关键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 陈希对BBC中文说 目前看来死亡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他引述今年5月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 一项基于3月疫苗接种率的研究 解除清零政策 可能会在6个月内出现160万人死亡 不过此后毒株的新流行变种的毒性进一步减弱 疫苗施打虽然停滞了一段时间 但近期开始加速 根据其模型的模拟 如果老人都施打完灭活疫苗的第三剂加强针 那么死亡率就会下降61% 陈希说 他还说传统的防疫政策 如戴口罩和社交距离保持 都会压低感染曲线 使预计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 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燕 在BBC中文的访问中建议 可以考虑将一部分方舱医院 改成对老年人友善的安养设施 把一部分没打疫苗的老人进行反向隔离 度过疫情高峰期 另外批准复必泰等MRNA疫苗进入中国 起效会更快 金东燕认为 第二个不确定 有没有应急措施缓解冲击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有没有应急预案来减缓冲击 金东燕说 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冯子健 估算的第一波感染率达到60%来看 对国家和社会的冲击非常大 以香港为例 今年春节后在疫情最高峰时 单日确诊达到5万人 急速上升的病例令公共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隔离中心爆满 许多病人不得不露宿街头 金东燕说 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不清楚国家的政策路线图 目前看不清楚国家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 比如是减少重症和死亡 还是减少疫情高峰的峰值 还是将峰值设定的更高 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免疫力 对于公众来说 这涉及到什么时候该去医院 什么时候不该去 有没有电话咨询系统配合市民的查询 以及对于确实需要救助的人来说 有没有足够的社区援助 有没有远程医疗服务等问题 他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2月8号 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表示 中国防控疫情政策的重心 应该由防控感染转移到防控重症 再一个不确定是 中国医疗系统能否承受压力 这还牵涉到另一个问题 当住院人数急剧上升时 中国的医疗系统能否承受住压力 据报道 目前每10万名中国居民中 只有不到4张ICU床位 绝大多数集中在较富裕的城市 由于过去三年投资放缓 中国的医疗基础设施参差不齐 农村地区尤其存在隐患 另外在中国许多地方 即使是最基本的治疗 人们也会依赖医院 金冬院说 虽然国家已经在鼓励轻症居家治疗 但面对中国政策急速转向 宣传系统做出快速反应 对老百姓进行宣导教育 改变日常习惯 也决定了能否缓解医疗体系的压力 陈希也认为 医疗体系要解决棘手的医疗资源稀缺的问题 能否引导轻症患者在家康复 重点收治危重病患者 这将决定抗击疫情的结局 此外 有效降低医院的传染风险 使其他疾病的治疗不受重大冲击 也会影响到最终的抗疫结局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 中国通信行程卡13号起正式下线 12月12日零时零分 微信公众号通信行程卡发布 关于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的公告 公告称 未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有关要求 12月13日零点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 通信行程卡短信 网页 微信小程序 支付宝小程序 APP等查询渠道将同步下线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